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深夜一队队飞驰而过的摩托车队 要深夜乌乌吵人 那隔壁都睡不着啊 你拦截的话会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 他们扛起盘踞闹事 彻夜疯狂飙车 因为这是他们心中的舞台 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到一起 飞车斗殴甚至袭警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疯狂 各个社团有自己的地盘 当时喝了酒嘛 都有点都有点不轻不轻人事了 街头一再显向还生 背后的故事让人唏嘘 他有头有脚 我又不管不了他是吧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夜幕下的标车族 夜幕下的标准 这是一组网友拍摄的视频 地点是在广东省的茂名市 从2016年年初开始 这样惊险刺激的画面 不时地在茂名街头出现 而伴随着一起起交通事故的 是每天凌晨在城市街头呼啸而过的标车队伍 这是当时围观群众上传到网上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几十辆的摩托车在马路上飞驰而过 有的还举着红色的大旗 这伙人在市中心的明湖转盘 不断环绕飞驰 相互飙车 四周的路边 人行天桥上 密密麻麻地挤着成百上千的围观群众 这些摩托车驾驶员不带头盔 或逆行或闯空灯 在正常行驶的车流中肆意穿梭 有的甚至做出拖把举高双手的危险驾驶动作 一些轿车也加入到了飙车的队伍 他们在车流中绕着转盘快速盘旋 紧贴着车流左穿右插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幕幕 惊险刺激的画面 发生在广东省茂名市的闹市街区 那么这些玩命飙车的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的所作所为 仅仅是飙车这么简单吗 这些城市里的飙车者 不仅仅危及自身安全 有时还会伤及无辜 2016年4月9日凌晨 陈刚和自己的朋友像往常一样 到明湖转盘看飙车 为了看得更清楚些 陈刚站在离转盘最近的栏杆前 凌晨3点26分 一辆白色轿车高速驶入冒名市区的明湖转盘 由于车速太快 车子失控冲向人群 站在路边护栏后的陈刚躲闪不及 被压在了车下 路边的监控记录下了这惊险的一幕 在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处的人群迅速围了上来 人群堵住了马路 大家齐心协力 陈刚被救了出来 随后 被120急救车送到了冒名市中医院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 就成一个这个严重的这个吸血性收客 就血压很低 靠这个大剂量的这个生涯药为期这个血压 杀起这个机型 那个严重的磋伤 做了这个检查 最后发现是多发现了骨折 幸亏抢救即使 陈刚没有了生命危险 但是身体上留下的创伤将会陪伴他一生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记者见到了陈刚 说起当时的情景 陈刚仍然心有余悸 当时好怕好怕 断而上 自己的一半不见了 这下车 哭也没有眼泪 这个情维 真是不好 万一撞到人 万一伤自己 不死也大难了 撞到陈刚的赵氏司机刘欣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据他交代 初时当晚他喝了很多酒 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很多人在飙车 脑子一热便加大油门跟了上去 那么这些整夜整夜在街头飙车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骑着摩托车在市区各个大街小巷穿梭的不只是几个人而是成群结队出动的摩托车队这让冒名警方觉得事态已经很严重了 高速在城市中心去行驶 甚至个别人还拿着刀啊拿着棍啊 在咸阳对群众啊 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 违法飙车不仅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安全 也对市民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 在街道周边居住的居民已经无法忍受 冒名位于广东省西南部 南面临海 气候温暖一人 在冒名摩托车是当地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过去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飙车现象 一开始呢 飙车在冒名啊 是的确是有几年的时间 但以前是都是零散的 他们不是有组织或者大规模的 但是为什么2016年以来 不光是飙车的人越来越多 围观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警方也觉得奇怪 除了飙车人员参与之外 周边的话就是说 周围的这个围观人员 与以前相比的话 就是说这个急剧增加 曾经这个围观人群 曾经达到上千人 事实上 冒名警方在此前已经展开调查 他们调取了大量的监控视频 但是由于飙车者都是夜晚出来 而且车速都很快 调查的视频根本无法辨认 通过视频调出来的东西 图像都是模糊的 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飙车人是谁 冒名城区的机动车限速为每小时40公里 但是这些飙车者的摩托车 车速最快 却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 甚至更快 直路的时候 它的车速 甚至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 很快 然后在拐弯的时候 也有60 这些飙车者有的是用假车牌 或者是遮挡号牌 这给警方的取证带来很大难处 从视频里查不到任何线索 警方决定上路巡逻 在现场进行查处 往往都是说三五辆车 成群结队的 也拦截的话会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飙车者的车速很快 如果警方强行拦截 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警方加大了在夜晚的道路巡逻 在一些主要街道设卡盘查 对一些违章驾驶或违法改装的车辆 进行查处 你跟他去调查一下 就在警方对飙车进行调查时 在茂名城区发生了一件因飙车引发的案件 2016年3月20日凌晨 一伙飙车者驾驶着摩托车 在市区飙车游荡 当这伙人来到市区光华北路 一广场边的时候 警方的夜间巡逻组 恰好也到了这个路段 看到警方在巡逻检查 这伙人便骑着摩托车四处散开 警方对其中的三个人进行盘查时 已经离开的团伙其他成员 发现同伙被控制后 竟然又召集一群人折返原处 试图解救被查同伙 借着人多使众 这伙人对两名巡防警察和四名巡防治安队员大打出手 已经被控制的三名团伙成员趁乱逃离 该案致使四名巡防治安队员受伤 其中一名队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从违法飙车到公然袭警 显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飙车案件 这帮飙车的群体 跟我们的一些违法犯罪 这些人员是交集在一起的 警方加紧调查 通过城区的视频监控系统 全面排查收集案发时段 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 从由城二路方向 然后向南一直到达茂南开发区 在茂南开发区 斗了一段时间以后 在向北 然后到了关山路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办案人员锁定了 这个飙车团伙头目 刘洁和杨健 很快 茂名警方在广东惠州市 将两人以及另外的 七名嫌疑人抓获 刘洁和杨健都是广东茂名人 今年都只有19岁 初中没有毕业 便辍学在社会上游荡 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 在审讯中他们交代 飙车使用的车辆 有的是自己家里买的 有的是借来的 都进行过非法改装 目前刘洁杨健等九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妨碍执行公务罪 被批准逮捕 这伙嫌疑人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 飙车团伙是被打掉了 但是警方发现 市区的街头飙车现象 还是屡禁不止 飙车者和警方 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只要警察上路查车 他们就躲了起来 警察一撤 他们立刻上路开飙 疯狂的举动引来上千人的围观 他们感觉这样的很过瘾 把现场飙车的视频 直接上传到网络上 从飙车到斗殴 寻醒此时 他们肆意的挥霍青春 夜幕下的飙车族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明湖转盘位于茂名市中心 是交通要道 周边是一些商业中心 有大量的行人 这里成了飙车人员 喜欢聚集的地方 但是让飙车者喜欢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张军今年25岁 曾经在冒名当地的飙车圈里 小有名气 2012年 张军在一次飙车中 被警方抓获 之后以危险驾驶罪 判处军役六个月 大家还会叫你车身呢 就是那个名湖 那个转盘那里 上右转那个弯道 那个弧度大一点 那个弯道 就可以120 130吧 锅吧 那个一般人做不到吗 弯道啊 那个牙弯啊 那个膝盖 到底那个吗 跌地飞行啊 就是那种啊 原来这些飙车者选择在明湖转盘飙车 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车技 每次飙车 这伙人少择几十人 多择上百人 那么这些人是怎么 纠集在一起的呢 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到一起 几十人 他们其实通过了 现在的一些社交软件 我们平常见的QQ 微博 微信 在调查中办案人员发现 参与飙车的人员利用社交网络建群 拉人入伙 很多人相互之间并不认识 逐渐形成一定规模人数的多个飙车团伙 警方通过大数据平台 对多个飙车团伙展开了调查 发现在这些团伙里面 有很多还是未成年人 很多飙车人是学生 还有那些不读书的 那个十六七八岁的人员 甚至是十三十四十五 还未成年的人员 有个别人 为了达到他的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组织一帮青少年 通过飙车来笼络他们 这个组织一些所谓的社团 其中有些团伙 已不是单纯为追求刺激而参与飙车 而是借此赌博 大占地盘 发展壮大势力 并衍生出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 甚至持血抢劫等暴力犯罪 警方通过对大量的视频进行分析研判 掌握了多个飙车团伙的具体行踪 早在2016年3月 警方就曾在网络上发现 一些飙车团伙 相约在清明节假期期间进行飙车比赛 三月份下旬的时候 发现有人在网上散步 明湖大转盘附近 举行那个游城杯飙车比赛 茂名是我国重要的石化基地 也被称作是中国南方游城 这些飙车者以游城杯为名 在网络上散步信息 在当地的多个论坛上 有很多的飙车成员 发布的飙车照片和视频 把现场飙车的视频 直接上传到网络上 那么这个群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临近的人也会育儿童的来 他们所提到那个地点来聚集 在这些论坛上 除了发布飙车视频 和谈论飙车的话题之外 成员之间聊天的记录 充斥着暴力的语言 各个社团有自己的地盘 我平时在哪里飙车 练车 那个地方就是我的 就不允许你其他社团 在那里飙车 这些飙车团伙越来越嚣张 危害也是越来越大 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 后果是不堪设想 抓住飙车者 想在观众面前出风头的心理 茂名警方决定 先疏导围观的群众 2016年4月2日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 凌晨时分 明湖转盘附近的天桥 开始聚集大量人群 大量警力来到转盘附近 看到有人员在附近停留游荡 立即上前劝说起回家休息 凌晨三点十分 除了职守的民警以外 行人稀少 道路上未见飙车者的踪迹 三天的假期过去了 所谓的游城杯飙车大赛 没有出现 与此同时 茂名警方又组织警力 通过大数据平台 对多个飙车团伙进行追踪调查 目前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飙车社团 名字叫战狼社 我们发现这个群里面的人数 在200人左右 战狼社的群主叫吴林 茂名本地人 经过调查 吴林等人多次组织非法飙车 并且是网络上游城杯飙车比赛的发起人之一 2016年4月24日 警方在江西吉安将战狼社头目吴林抓获 随后又在茂名等地将其余的23名主要团伙成员抓获 这就是吴林 今年17岁 初中辍学后就一直在社会上 没有固定的工作 因为当时我看人家飞车 看着他们非常好 我也想 所以要请去 那么多社会被社会联系联系的 被那前任社会 抗女群 就是买 要出来飞车去 目前吴林等人因涉嫌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 抢劫等 被警方执行逮捕 茂名警方经过两个月的治理 供抓获涉嫌飙车嫌疑人111人 查后涉嫌飙车的改装汽车2辆 摩托车90辆 为追求刺激 他们不计后果 喝了十瓶左右 感觉心里开心 就有那种刺激感 在成长过程中 他们缺失了什么 那么危险的事情 他应该是不会去做的 很好 夜幕下的飙车组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北京联合大学的邵雁明老师 欢迎您邵老师 您看这几年当中 这些年轻人的这种所作所为 有人肯定会说 这帮孩子们爱玩爱闹爱出风头 这也没什么 但是他们的行为 可能是已经触犯了法律了吧 一般来说 这个对于在道路上 驾驶机动车辆 尽向追逐情节恶劣的 那么就涉嫌构成危险驾驶罪 那么这个罪的刑罚是 六月以下的局域品出罚金 那么我们从片子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在这里面 他们非法组织了这个标志行为 如果是单单的是追求刺激 那么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定他 刺激要标志 我们可以定他为这个危险驾驶 但是在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因为他不仅仅是单纯追求刺激 而且有这种 我们讲的这种 起哄闹事 逞枪耍横 霸占地盘 等等这些行为 严重扰乱的公共秩序 那么这些要件都符合 我们讲到的 寻刑知识罪的犯罪构成 构成我们讲到的寻刑知识罪 而寻刑知识罪 他的这一量行的标准是在这个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局域或管制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 茂名街头的交通秩序也慢慢恢复了 然而2016年的国庆假期期间 夜里又传来了飙车的声音 2016年10月2日凌晨5点 这时街道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了 从监控视频中我们看到 5点11分突然有四辆摩托车闯红灯高速进入明湖转盘 在绕行弯道的时候 有两辆摩托车滑倒 这时蹲守在一旁的警察迅速上前 嫌疑人随即逃离现场 最终有四名嫌疑人被抓获 陈健18岁 广东茂名人 王财16岁 广东湛江人 朱林飞16岁 广东合园人 谢亮16岁 广东茂名人 目前还是在校的学生 经审讯这伙人当晚一起在大排档吃宵夜 期间每个人都喝了酒 之后约着一起去明湖转盘飙车 因为当时喝了酒嘛 都有点不亲人事了 所以就提议去那里飙一飙 喝了十瓶左右 今年刚满16岁的朱林飞 初中辍学后就在茂名的一家超市里打工 他说看着很多年轻人在外面飙车 觉得很威风 觉得很威风 有点刺激 就是跟别人飞着 开得快有点刺激 之后 朱林飞用打工积攒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车 朱林飞的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 他们知道朱林飞买了摩托车 也知道他没有驾照 但是他们并没有阻止他 释放后 朱林飞的父母也赶回了茂名 我也不知道他会去飙车 按照之前来说 那么危险的事情 他应该是不会去做的 我也经常打电话给他 别让其他什么事 不是在这里 念经做工 谢亮今年也只有16岁 他还是一名赛校的学生 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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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就有那种刺激感 记者在茂名的乡下 找到了谢亮的家 谢亮的父母 都是当地的农民 常年在外地打工 谢亮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很好 好通话 没想到 根本 这些根本 不可能 不去 谁叫他去 在谢亮母亲的眼里 谢亮平时是听话懂事的 家长不明白 孩子在外边 怎么会变得如此疯狂 当时喝了酒 当时喝了酒 感觉刺激了 刚开着 就是经过那些时候 觉得心里很刺激 他有头有脚 又管不了他 是吗 他去晚 一晚就了 邵老师 看到这些飙车的年轻人当中 很多是未成年人 有的还是在校学生 有的是打工者的子女 为什么这些人 他喜欢飙车这种行为呢 那么这些我们讲 他们实际上也都是 我们讲叫留守的少年 和我们叫留守的儿童 那么他们的生活 基本上属于这个家庭 这个管不住 社区没人管 学校没法管这种状态 那么一般呢 是爷爷奶奶这种隔代教育 他们只注重这个吃饱 穿暖 而忽略了这个心理层面的 这种沟通和交流 我们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 这些人受到一些社会闲散 这个人员的这个误导 然后再加上这个飙车本身 所谓的速度与激情的这个诱惑 他们这个为了追求刺激 而去飙车 未成年犯罪 它有很多的犯罪的诱因 那么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犯罪 看作是一种恶 未成年犯罪有的时候 它可能会是一种错 那么一种社会的错 一种在孩子健康成长中 可能没有办法避免的这种错误 那么我们要区别对待 这种恶和错 那么对于恶 我们要以严厉的刑罚 那么对待这种错误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学校 家庭 社会 乃至全社会 都要以宽容 爱心和呵护 代之 年轻人喜欢寻找刺激 喜欢冒险 也许无可厚非 但是通过飙车这种方式 体现飙心利益 却是法律所不容许的 更重要的是 今天的案例 让我们看到了 参与飙车的一些未成年人 正处在成长期 他们需要家庭 学校 社会 多个方面的关注和引导 不要让大人们今天的疏忽 酿成明天的追悔莫及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邵燕明老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